你的是我的是都是新北市 其实技职教育长久以来一直都是受到轻视的 但是呢近几年来开始有这个反转的一个现象 那其实从新北市的一个技职教育推动来看 我们知道他们做了非常多的一个努力 也拟定了非常多的一个计划 就是希望能够帮助我们新北市在地的一个学生呢 找到他们未来的方向 同时呢也是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技职教育 能够培育更多的国际竞争的一个人才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就和观众朋友们一起来了解 到底新北市是怎么来推动所谓的一个技职教育政策的 怎么来打造我们的一个技职王国 那么首先来介绍参加今天节目的几位来宾 第一位介绍的是我们新北市教育局局长张明文 张局长 局长好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局长张明文 大家好 是欢迎局长 在介绍的是我们全球传动公司的总经理李静盛 李总经理总经理好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全球传动科技李静盛总经理 欢迎 是在介绍的是我们新北市中小学家长会长协会的理事长 李荣荣理事长 李事长好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来自新北市家长会长协会的李荣荣谢谢 是非常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一起来关心我们新北的技职教育 那首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最近 在了解所谓的一个技职教育的这个部分 在看PTT上面看到就是有家长分享 就是说可能小朋友就是国中嘛那成绩就是中后段的一个学生 然后就在那边问说那到底是要选高职好呢还是念高中好 所以呢我想先请教这个理事长是不是分享一下 站在家长的这样的一个立场我们怎么去看待孩子们 他是要如何来选择高中如何来选择高职 依成基因吗还是依兴趣呢 是的其实每一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种子 我相信每一个种子散出来的花开出来的 结出来的果都是不一样的 选所爱好好读有前途 家长们如果可以试着陪着孩子 一起来了解他的性向 那不管是读技职还是读高中 我相信都是最好的安排 那所以我们应该是要去了解孩子的到底他的未来的 自信的发展在哪个方向 来透过多元了解认识 来让孩子知道未来往哪个方向走来陪伴他 我相信不管读什么都是最好的 谢谢 所以其实在网路上大家的一个分享会觉得说 反正不管怎么样好选择高中叫做政治正确 就是就是选择高中就对了 那有些人会觉得说 那其实选择技职 其实就是有一技之长在身 那至少未来的出路可能就比较不用担心啦 那只是说很多人还是会以为 认为就是念技职呢 就是家里较艷苦的啦 没钱啊 是说没那么讨厌的人 这个念技职 那这个部分我想要请教这个总经理 因为我知道 你本身是走技职体系 对不对 一路上来的 对不对 尤其当年你选择的这个北市工 也就是我们大家比较熟知的这个大安高工 其实是当年的这个工科 高职工科的第一志愿呢 你自己怎么看当时为什么做这样的选择 就成本刚才李理事长讲的 每个孩子他都有他的成长空间 我们说条条大路通罗马 一个小朋友在成长的过程中 他会不断的去摸索 现在读技职体系 以后不见得不会上大学 或者是读研究所 甚至读PhD 这个每个小朋友 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他会去探索他的兴趣跟能力 以同等学历来说不一定是高职 就不能考大学或考研究所 但是最重要的一个让家长 大家要有一个共识 培养一个孩子 到最后他还是要进入职场 职场你如果能够让他早一点 有职场体验的机会 我相信是对小朋友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引导 再来就是说我们现在所有的产业 对那个未来的人才的培育 跟以前的观念是不一样 从我们公司在早期一二十年前 跟教育部推广的最后一理学生 到产业学院到订单式学成 一路走来 都是跟着教育部一起配合培育人才 这些人才都是对未来在产业有贡献的 以我们公司为例 再一路下来这一二十年培育出来了 在我们公司都是成为中间干部跟高阶主管 也是他们从当时的高职到科大 甚至推荐他们上研究所 一路这样子让他们做中学学中做 然后不断的累积他的经验 我们讲说累积点数的概念 让他们在职场上比别人更有发展的空间 所以说不一定要读高职 也不一定要读高中 但是最后还是全部的结论 还是要回归职场 这一点我相信很多家长都希望说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 但是最后你要考虑他就业的门槛比别人更容易 这个是两心的建议 谢谢 其实还蛮多家长觉得说如果孩子能念 当然是一路念到大学最好研究所博士 对不对 但是最终不然你那个工作找不到 不然去考个公职好了 就是你可能对他有非常多的期待 但是最后还是回归可能走公职生涯对不对 所以其实怎么样去做选择 真的是要看小朋友自己个人的兴趣 以及未来的一个发展 走忌职不见得他是没有出路的 如果说按部就班一步一步的往上走的话 其实他还是很多的可能性的 是那当然聊到这里呢 当然就要回归到在新北市政府这边 其实我知道说新北市在这几年 对于忌职教育真的是非常重视 投入非常多对不对 所以是不是请局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新北市是怎么来推动所谓的一个季职教育 你们推动了这么多的一个计划 大概的内容是什么 我想我首先还是要谈到我们侯友宜市长 是 特别重视的教育的两大方向 第一个就是世性发展 对 让每一个孩子能够未来有发展 依照他的兴趣性向能力 得到最好的支持 我觉得在世性发展上 我们希望落实成就每一个孩子 这是我们市长非常重要的理念 那第二个当然 他是把品德教育放在最重要的 希望每一个孩子都从小有好品德 所以这两个方向我们把它落实在 技职教育 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雏形 那当然我这边还是要从教育去谈 每一个孩子 我觉得有两大方向可以让家长参考 就是他将来可以走学术精英 也有技职精英 取决于他什么 他的孩子的兴趣跟兴向 那因为每一个孩子的能力 兴趣兴向都不一样 我们不能把他用同样的方式 来做培养 那是行不通的 因为这个不符合我们教育的理念 因为有的人真的他要动手以后 他才学的会 有的人是阅读他就会了 所以每个人学习方式不一样 所以在整个教育理论上 我们要怎么样依照孩子的需要 给他最好的教育的支持跟资源 那当然从现在终身学习社会 有的人是坐直打车 有人坐区间车 早晚会到墓地 而且尤其是跨领域的学习 要终身学习 所以整个这个社会环境 已经不是过去一试定终身 所以这个整个观念的改变 成就了就说我们的每一个孩子 应该都给他最好的发展 所以学术精英我们鼓励 如果在学术上 他有很好的成就表现 一样可以走学术精英 那另外一方面 学术不是他的强项 或是他的兴趣不在学术 那这一方面的孩子 还有一半半遍江山 我们常讲 我的老师告诉我 因为我是学技职教育的 我老师说 普通教育有50% 技职教育有50% 所以半遍江山的孩子太重要了 所以我们如果把过去 我们没有把这半遍江山照顾好 我们没有办法实现 每一个孩子 都有成就的一个理想 所以我们把技职教育做好 就是让每一个孩子 都有希望跟未来 所以我们新北市 我举最简单就是 全台湾没有人成立技职教育科 真的耶 我们是新北市是全台湾 唯一的技职教育科 我们对接教育部的技职教育师 所以我们基本上 我们有这样的理念 我们投入资源 我们从108开始到112 这四年 侯市长任内 四年四亿 我们用专款来支持 我们新北市的技职教育 我们做了非常多的全国第一 我们待会我一一介绍 就是不升美举太多了 是 我们几乎已经把能做的 一直的往前冲 不断的创新 嗯 举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在这一次疫情的时候 我们很多学校缺额温腔 哦 对 结果我们的技职学校太可爱了 他马上去找市面的材料 是 自己煮额温腔 还做热像仪 那个学生直接就从校门口 就直接可以进去量体温 一台外面要十万二十万 我们是技职教育 谈的是务实自用 能够解决生活的问题 我们自己煮起来 一台两万块 就把它煮起来 让每个学校都有热像仪 所以我们这一次 最好的成绩 这一次的疫情 我们就能够透过技职教育 能够让改变我们的生活 让我们的生活中 得到很多的帮助 嗯 真的是 所以我们新北市 能够连续四年 算是蝉联了我们教育部最高荣誉的 技职教育奖 所以这个部分呢 就可以看出来 我们新北市 对于技职教育 这一块的重视 那我们新北市的 技职教育的这些学生 他有哪一些的一个优势呢 我们当然很重要的就是 我们第一个要砸根 对 砸根就是从小 要让孩子去试探 他的兴趣性向 所以全国只有40间的 左右的植探中心 对 新北市又占了16间 嗯 已经超过三分之一 新北市的植探中心 是全国最多的 是 而且是我们各类的 植探商的 农的 工的 甚至海市 家政等等 像医疗 卫生跟艺术 通通都有 我们七大类的 职业试探的 种类通通都有 是 我也很佩服我们家长会长协会 都带着我们的家长会长 去职业试探 那也是我们全国唯一的家长会 家长去试探 对 家长去职业试探 带着学生 带着自己去试 是 让他了解孩子未来的发展 所以 我们第一个是砸根 对 砸根做得很好 就是让 国小高年级 国中 早一点了解整个职业跟性向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你没有找到你的最爱 你不会有热情 你要喜欢 你就会 将来就会有 自信跟热情继续走 第二个我们非常重视国际化 我觉得未来的 技职教育是 技职精英 我们要走的是 国际技职精英 所以我们很重视 就是整个跟英国 法国 德国 日本 等等的交流 是 还有我们也得到英国全数的 技职高职的认证 国际的认证 那再加上我们还做国际的实习 我们跟美国的 库伯奇诺的一个市 合作就是Apple那个城市 我们要把孩子送去那边 那边会帮我们做实习 甚至就业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们希望做国际产业的连结 我们希望重视国际化 而且我们还一般 大家常听到的是双联学制 只有普通高中有 全台湾只有新北市 做高职的双联学制 读完高职还可以取得 美国的高中毕业证书 所以我想说 我们一直在创新就是 我们希望把最新的产业的需求 像我们全球传动做很多的建教合作 跟产学攜手 这些部分我们会把最新的新兴科技 也融入我们现在的整个创新的技职 我想我们做了很多的努力 尤其是对于整个技职教育的连贯 我们像有珠宝八年一贯的金工班 将来他可以设计成 国际有最知名的设计人才 他将来都在国际上很有竞争力 我们要做的是国际技职精英 不是过去的黑手 我们是师级的 就是这些都是一些专业的人才 我们培养未来有兴趣有热忱 而且有前途的专业人才 讲最实际的话 我想爸爸妈妈会安心的 未来他的工作跟就业 不会有问题 不用担心他们的就业问题 包含了以前可能觉得说 去修汽车要做黑手的对不对 所以很多人对那样的一个刻板印象 都觉得不太好 但是我们知道泰山高中对不对 那现在走的是这个汽车医美 那个一进去都是几万块起跳 而且都是跑车类的啊 高级车之类的 所以呢 其实家长很多的一个想法 其实应该也要跟着来翻转了 那刚才 局长有提到说全球传动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 全球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1986年成立的 那资本额呢是9.66亿元 那员工目前有1100多人了 相当的一个多 那产业的类别是属于高精密制造业 那是线性传动元件 其实我们一开始看到的时候 一直觉得全球传动是做什么的 然后呢 有这些螺丝啊 可能是一些机械 它必须的一个零件 对不对 所以我想请教这个总经理 就是你们需要的是哪一种的人才 那你们当时会做所谓的一个建教合作 慢慢的 然后也让很多的一个学生来 你们这边来做实习 对不对 你们希望能够找出哪一类优秀的一些员工出来 好的 谢谢 一家公司的经营 尤其我们现在 那个人数 从上市以后 我们不断的再扩充我们的整个市场或产能 所以最早期我们跟技职体系的合作 都是现场 主要以机械系 机械电机 工科为主 但是一个公司发展到一个程度 需要的人才更多 产销人发财 通通需要 像比方说 我们跟学校 早期的只有现场的技职 那个合作 现在 比方说它是国贸的 就到我们AO部门实习 比方说它是财务的 就到我们的财务部 会计到财务部 如果它是 对资讯 资讯 自通讯的 就到我们MIS部门 等等 如果它是图公管系的 就到我们的采购也好 那个IE 或者是生产管理 这些都是技术分工分流 所以说 以整个我们技职体系 对一家公司的成长 是每个环节 我们讲说teamwork的概念 所以说在学生 他们在实习 有更多的选择 因应刚才的话题 就是说 现在我们身处新北市 在我们台湾的北部 算是我们讲说 整个文化人文气息 相当优质的地区 或许很多家长会觉得说 就像主持人讲的 做黑手的 修汽车的好像很low 但是现在你看F1赛车 是哪一家国家最强 不是德国 意大利 对 对这一类 他们的技术都比我们强太多了 你看以瑞士的手表 它是不是公益 而且是高技术的行业 这种最适合 人文文化很强的地方在发展 所以说各位家长认为说 你们家的小朋友 很会读书 不见得说不能走技职体系 他走出来会比别人更优秀 像当初的贾伯斯 他的iPhone 做得那么喜欢 他就是学了我们中国的 所谓的画画艺术 这个 所以说技职体系不单只是做工而已 它还有很多 那个我们的人文文化艺术的陶养 这个才是我们新北市的暖实力 谢谢 所以在这个部分 其实全球传动这边是真的做了很多的一个 技职人才的一个培育 那可能以前大家会觉得说可能就是建教合作就是当作业员 但是现在全球传动他不是 依照你的一个念的一个科系 你们会安排他在不同的一个部门来去做一个学习跟成长 对不对 而且你们应该会更会把这个机会留给这个过程当中 一直待在你们这边的人 是 对 也比较了解你们的企业文化 所以要融入一个企业文化不是三两天的事情 是长时间的熏陶 一个文化的建立 一个公司的文化也好 一个地区的文化也好 都是长时间训练出来的 是 那我们也知道说 其实要去翻转所谓家长的一些基本的一个想法 传统的一个观念来讲其实真的不太容易 所以接下来就要请问理事长好了 就是在整个一个家长会长协会这边 我们对新北市推动的所谓的一个既职教育 我们这边是做了哪一些的一个努力跟协助 能够来帮他们落实每一项的一个政策 其实我们因为就是看到我们新北市教育局 这边民文局长这么样的用心跟努力 那在推动既职教育这一块 我们新北市家长会长协会 因为我们的组成的会员伙伴 来自新北市的各级学校的新卸任的家长会长 那各级学校包含了国中小还有高中职 所以呢 也因为如此 所以我们就把它分为几个一学习阶段 做了几个计划 特别在国小的阶段 我们就结合这个 这个我们新北市交易局所独创 所创的这个技职科 那16个直探中心 我们安排家长到直探中心来做学习体验 当然我们也在国中的这个阶段 我们也安排国中端的家长到技术型的高中 去做认识以了解 当他们到了现场学校的之后 他看到了这些孩子 为了他们专注的东西 喜欢的东西 一点一点的努力 甚至 愿意放弃他们许多休息玩乐的时间 真的为了他们专精的技术 在努力的时候 其实家长都深深受到感动 也知道让孩子来就读技职教育 是最正确的选择 那我们相信 特别有许多高中端的家长 我们也安排他到科技大学 技职院校做参访 那有时候我们在校园外面看 家长过去的迷思 有时候会不晓得 现在校园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 刚进到校园的之后你发现 学校已经跟过去不太一样 现在的资源丰富 再加上我们新北市教育局 这样的全力的支持 那包括我们产业界的 也全力的支持 那孩子在学校就读 未来他的发展 甚至有的孩子在学校还没毕业 未来的工作就已经有着落 我相信就职技职教育这一块 要翻转家长过去的迷思 确实很辛苦 可是只要身为家长团体的我们 我们跟每一个家长会长的结合 然后我们甚至安排许多的活化的课程 到各个偏乡的学校 从小学 从国中 让各种的体验课程可以进入校园 让孩子 让家长都可以了解 我相信推动技职教育这一块 因为台湾的少子化 每一个孩子都不可以少 特别我们要支持并成就每一个孩子 我们就必须要设计不同的路 让每个孩子都可以有一个亮丽的展现舞台 所以这就是我们家长努力的地方 真的 其实家长会辛苦是因为 总是希望帮孩子选择最好的 然后呢 你觉得念高中的学生 我们会觉得说 设计很辛苦 对不对 可是呢 其实念技职教育的学生 走技职路线的学生 其实很辛苦 尤其 我有看过说 他们在参加各种的记忆竞赛的时候 没迷没日在那边准备 然后在那边做练习 其实他们就是为了要让一个 好的一个作品能够完整的呈现出来 能够是做到尽善尽美 他们也是非常用心的在做这一块 所以其实世信教育真的很重要 家长的支持 学校端的支持 跟我们的教育局的支持 真的是非常重要 对不对 所以接下来是不是 请那个局长来跟我们谈一下 其实就我了解到的 在做所谓的一个记职推广的这个部分 其实有时候预算经费真的很重要 但是呢 我们新北市真的下重本 对不对 我有听过那个银歌工商的老师在讲说 人家现在外面的那个市场环境 已经变化很多很多 如果说我们的一些设备 如果没有去更新 如果没有去做改变的话 我们教学生的永远都不会是 人家现在用的 等学生毕业了要进职场 发现 没办法接轨 所以新北市也很重视这个部分 对 我想我们新北市 除了四年四亿之外 我们还寻求更多的资源 像民间企业的资源 产观学一起合作 而且外线市会觉得很奇怪 新北市为什么可以从大学 大专校院到高中职 国中 国小 全部把它串起来 我们叫做大教育计划 就是技职大联盟 我们希望大家把资源做整合更有效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全国没有人做的 我们科大有很多的外师 他是免费资源我们的技高的学生 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资源 我们都会去寻求 来增加我们更丰富的教育资源 还有我们对国际技能竞赛更很重视 全国唯一 新北市只要得到国际技能金牌 我们给他120万 连老师都要奖励 所以我想 这就是说我们把钱花在刀口上 最需要的 给他最多的支持 而且我们对于高职的老师 也是全国首创 有技职双语学分班 我们希望动手做学英文 如果技术 我们有专业技术 再加上专业英文 双核心能力 将来他在社会上就 未来企业就很有竞争力 这些我想所有的努力 最后我们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新北市 要在地就学 我们过去在地就学 只有不到五成 那经过这十年的努力 我们尤其这四年 已经到了七成 未来我们希望八成 新北市已经有一个 完整的教育体系 可以让我们新北市的孩子 在我们新北市 好好接受教育 是 那接下来我想请教 这个总经理 是不是来谈一下 您对新北市 技职教育的一个期许好不好 有没有什么 其他的一个建议啊 教育是百年数人 一个小朋友从懵懵懂懂到 他能够找到自己的性向 必须有经过他一路的摸索 我每次到各学校去做分享的时候 第一个问题都会问 你们今天考上这个科系 是怎么选进来的 百分之九十以上 都是不知道 反正这个分数到了就进来 很正常 对 都不晓得他的性向所在 所以读了之后 他有了有兴趣变成 有的是没兴趣 所以说在他的 填血志愿的历程当中 很多都是未知数 不是他也不懂 我还是用最基础的引导方法说 你至少把你的基础读好 当你想转系转那个的时候 后面还有机会 所以说才不会浪费时间 不然很多同学都是进来发现不对 又休学又重考重来 那个都是很浪费时间 条条道路通罗马 那个我们说行行出状元 只要他在那个科系里面 把他学到经 他一定有他的出路 所以说在整个我们求学过程当中 包含我个人也有这种经验 人家说做一行我一行 读这个科系也觉得不好 觉得别人比较好 这个都是比较新 所以说在家长方面 需要家庭的支持 就是一个小朋友 他的成长过程 家里家长的支持是最重要的 谢谢 那是不是也请我们理事长也分享一下 您对新北市继职教育的一个期许 家长的支持很重要 那也为了避免学生 因为过往的被贴标签 或过往的一些家长的迷失 所以我们一直试图的在改变 那其实新北市交易局 这边是非常的努力 那也就是因为如此 所以我们家长端 我们就是要结合包括产业界 包括我们机关教育局 那我们说一起利用 如何来一起努力 来让我们的家长可以改变过往的 一些扭转的一些迷思 有时候常在想 每个孩子本来都是不一样 那为什么要让他走同样的道路 或者是要用同样的一个标准来做比较 当我们家长如果可以适度的陪伴的孩子 让他陪他探索 了解孩子的性向 找到他所爱的方向 陪着他支持他 并帮他搭建一个舞台 我看到很多的孩子读技职教育 各个科群科都表现得非常的优秀 那但是就需要我们来帮忙搭建舞台 当我们把舞台搭建好 孩子亮丽的成绩就会展现出来 其实新北市教育局 在技职教育的这一块 真的做了非常多的一个努力 所以现在整个的一个技职环境 学习的环境真的跟以前不一样了 所以呢希望透过我们这个节目的一个分享 能够帮家长以及帮助我们的孩子们 能够选择一条不一样的一个升学路 不管是高中或者是高职 其实呢就是选一条 你自己愿意也有兴趣走的路 才能够长长久久的一个走下去 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三位来宾 跟我们的分享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